支聯會在維園的年宵花市攤位 攤位寫有平反六四等字眼 也放有民主女神像和捐款箱 並掛上支持天安門母親的橫額 另外紙會出售天堂料、韌柳、太陽花、看乃氫等年花 攝環處人員昨晚8時45分到攤位張貼警告信 自攤位內容和賣花無關要求拆除 並表明可能會終止合約 人員今早再搬離鐵馬遺風攤位 表示等待上級進一步指示 支聯會說工作人員用紅布按原定計劃 借蓋攤位給工作人員休息 並等待近深夜11時半才離開 當時未見食環處工作人員到場跟進 去到今天凌晨零時零五分左右 攝環處人員到場 要求支聯會在今早7點將物資搬走 對於被打壓感到痛心的李卓陽 質疑當局連這個小小的花檔也容不下 他又說今年可能在支聯會最後一年 在維園擺年宵 如果攤檔被禁 由於時間趕急 暫時未知道會改到去哪裡擺賣 會不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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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